哇 我們今天吃的那麼正式 下要去哪裡啊 我看你平常那麼辛苦 帶你去吃西餐啊 西餐 對啦 西餐 你有開燉的一天耶 不錯啦 謝謝 牛排館耶 這家高級的這家 我跟你講 這家好吃 我常來啊 服務員 這邊 服務員 喂... 有沒有禮拜啊 野蠻人喔 高級餐廳耶 野蠻人 不... 我看你是需要送你教化一下 天啊 我們今天請來了一位西餐達人 來教我們用餐的禮儀 我們歡迎Vision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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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可以幫忙教化一下 這位野蠻人在那邊 還好吧 帶我來吃高級餐廳 結果這邊叫服務員 這樣子對嗎 我覺得我還滿有禮貌的 不然這樣子好了 假設我今天是這個 帶我的女伴 來高級西餐廳用餐 那通常都會幫她拉椅子嘛 就是讓她入座 來 你請 我來幫你拉椅子 我來幫你拉椅子 我來 妳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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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坐 不是 妳知道要推進來嗎 那坐好了 可以開始吃飯了 這樣子對嗎 我們來 不好意思 我們一般請小姐先入座的時候 輕輕地把椅子拉開 是不是 小姐請入座 小姐請入座 對 那我們要稍微把椅子前推 以至於不會往下摔 這才叫做舒適 這才叫舒適 對 這才叫舒適 你是不是也要學一下 沒有 妳以後也會有女伴 要去吃西餐 好 那我來坐坐看 就是用雙手是不是 對 一定要雙手 一定要雙手 椅子才會穩 來 請坐 然後入座 然後往前 稍微往前一點點 對 這樣再坐下來 有沒有 這樣就坐好了 有 感覺還不錯 所以這是第一個 進門的基本動作 對 就是要請女伴坐一下 對 所以通常都是男生在拉 有女生在做這個動作 沒有 比較少 對 譬如像說 如果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子的話 當然可能我們就是以老幼 婦孺為主 對 就是說如果都是女生 對 一起去吃東西的時候 對 了解 好 那我們既然已經坐下了 我們接下來就來 準備吃 好吃的東西 這個餐巾 這個也是一個學問吧 這不就是 你知道電影都是這樣演的 電影不都是 弄在衣領的地方 你說把它整個打開來綁上去嗎 對 然後這樣子弄起來 就不會讓那個油噴到你的身體 你知道這樣子有沒有像是拍電影的感覺 這樣感覺也沒有分數嗎 通常會領在衣領上面 通常都是小朋友 對 小朋友的話 因為真的的確會怕沾到身上 所以我們才會放在衣領上 那一般基本上我們正常 大成人的部分呢 服務員基本我們都會幫你貪過口部之後 放在你的大腿上 對 所以不會有大人就是把它 塞在衣頂這邊 對 基本上不會 對 所以這個動作也是 服務生要幫忙做的 對 服務員其實會幫你多做 這一個動作 那我剛剛有發現Vision 你折的是三角形 對 三角形 那折一半的話行嗎 折一半也OK 我們一般基本上每一間餐廳的 口部大小可能會有所不同 那有的比較小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折放型的 幫你攤 對 所以其實沒有一個指定的折法 對 那一般有的 口部的部分 它如果比較大條 它可能會希望用三角形的部分 對 這樣子幫你做 看口部的動作 那正常來說就是這個餐巾紙 餐巾布 就是除了放在腿上 有時候牛排來的時候 是不是也可以拿起來遮 過去的話 過去的話是確實有這樣 因為我們過去傳統的牛排館 可能是用鐵盤對不對 因為它會爆油 所以有些人習慣性 就會有這樣子的動作 是 正常來講 正式的西餐廳 其實大部分都是以磁盤為服務的方式 就是上菜的時候 它不是已經會 就是已經不會有噴的那種 噴油的部分了 對 所以就不用遮了 所以這個通常就是放在腿上 就不會再去動它了 對 不會再去動它 好 了解 好嗎 開始吃 你太沒禮貌了吧 你不是要先拿一個給我嗎 可是我是女伴耶 我帶你來吃耶 你請客嗎 那不然你吃一個啊 那吃這個餐包就是 如果我們上去吃那種高級餐廳 就是這樣直接手拿嗎 其實可以的 可以嗎 包含我們在這個中間的部分 會塗 我以為這是鈴鐺 鈴鐺嗎 我以為那是丁丁丁的 這部分的話是奶油的部分 那我們在吃餐包的時候 其實是 直接拿起來 用撕小口小口就口吃 不是像他這樣直接拿起來一樣 對 會比較優雅一點 這樣比較像是野蠻人 直接吃 所以我去十三廳 你打哪來的你 我去十三廳 你可能直接拿這個東西 沾奶油吃呢 對 那另外的話 如果有奶油的部分 可以抹的奶油 放在你的餐盤內 那直接就你的餐盤使用 因為這個是一起使用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 會比較有衛生 所以正常來說的話 不是拿奶油 然後沾了奶油 直接用上去 對 建議你還是 口水 像我講 然後把它用上來 然後放到餐盤 放錯了 放錯了 對 沒關係 這個是BB盤 對 就我們所謂的 Bread and Butter Play 還有專業的名詞耶 它有個名稱耶 然後我就這樣撕一塊 小口 對 然後沾這樣子 對 這樣子口水 就不會沾在我上面 就不會很沒有衛生 像我剛剛已經咬了一口了 那我現在要是 我再去沾一點Butter 放上來的話 上面就會有我的口水 我再沾一次 你就準備吃我的口水吧 我跟你講 換盤 所以只要放在BB盤上面來 餐包也吃得差不多了 該來吃一點前菜了 吃完餐包 接下來應該是沙拉對不對 生菜沙拉 對 生菜沙拉 還沒有到主菜 總是前面要先 墊一些東西墊位的 墊位 生菜沙拉 上菜 再請你忙放在這邊 BB盤上面 對 所以沒有用完的麵包 就是可以放在BB盤上面 等一下如果還想要吃的時候 可以去用 那這個是沙拉的部分 好高級喔 夏娟 你要什麼醬 天島還是河豐 還是卡薩 卡薩嗎 卡薩 這個我先放這邊 這邊這樣子比較好看 好的 好 所以吃沙拉的時候 正常來說 我們會需要用到 一樣 叉子跟叉子 就是從這個外側 對外側的部分開始使用 所以要是像是剛剛吃餐包 我們就是用最外側的刀 對 就是刀刀 對 刀刀刀 基本上有些它會特別 塞給你 有些沒有的話 你就可以用小刀 就可以使用 對 了解 吃沙拉有什麼需要 特別注意的地方嗎 阿成 應該 我有個問題 沙拉如果太大片的話 生菜就是有些菜 比較太大片 那可能沒有切小塊 我們要怎麼樣吃會比較好看 不然整片這樣抓起來 你有時候會看到有人在 塞那個生菜 對 我們一樣 就是因為它一樣有一支小叉 跟一支小刀 那一樣就是舊口 小口就可以一起使用 原來吃生菜也會用到刀子啊 對 對啊 平常不都叉子下去 然後這樣 一直吃 對 一樣跟吃牛排的意思是一樣 就是譬如像說 你現在這邊這個部分 譬如像蘋果這裡 因為它可能比較大口 尤其是小姐 它可能需要小口一點 你就切 一小口的量直接往嘴巴就可以了 好 小口吃啊 小姐 我還沒 還沒有點牛排呢 你想吃什麼牛排啊 我想吃什麼牛排 我知道牛排有時候會有什麼 叮鼓啊 什麼沙朗啊 我剛開始 其實我在年紀比較小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那只是你知道 商品名字 噱頭 我就覺得牛排就是牛排 但是其實 那些名字 是不是有代表著什麼意思 它代表的是部位 部位 對 每一個部位不一樣 所以我們有什麼沙朗 菲力 叮鼓 然後還有什麼 牛小排 牛小排 對 都是不同的部位 就像我們人類什麼二頭肌啊 什麼東西 我會想叫我的二頭肌叫做叮鼓 有沒有 叫沙朗 沙朗 所以那你要點什麼 我不知道耶 哪一個部位是 就是一頭牛裡面最珍貴的部位 一頭牛最珍貴的部位 我們應該這麼說好了 我們應該國人習慣的 還是帶一點點油花 然後軟嫩 或者是有些小姐怕胖 她不喜歡吃太油的 所以通常我們會建議 如果你需要帶一點點油花 香氣比較足的 通常會建議你點 所謂的肉眼 樂眼的部分 樂眼牛排 對 這個應該還滿 一般滿常聽到的部分 那如果就針對小姐 比較怕 有的人比較怕胖 我覺得今天陣子已經被叫了 不下五隻的小姐 小姐 需要比較瘦一點的肉 我們就會建議她點用 所謂的菲力的部分 所以菲力是比較瘦的肉 那樂眼就是有帶一些油花 對 所以這兩個是比較夯的 你要幾分熟嗎 幾分熟嗎 幾分熟 說到這個問題其實 是 我去西餐廳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聽過 三分 五分 七分對不對 可是我從來沒有聽過偶數 怎麼都是聽到奇數 除了就是全聲或者是全熟之外 都沒有聽過兩分熟 四分熟 六分熟 八分熟 沒有聽過這些 應該這麼說好了 我們的熟度其實在數字身外 是應該國人 我們才有所謂用數字去做分別 那一般如果正常以西餐來說的話 它都是用英文的代表性去做 對 譬如想 對 然後什麼 然後那個 對 英文不錯 英文不錯耶 謝謝 所以像說您剛剛所說的偶數的部分 譬如像說四分 五分 應該是說六分的部分 其實它六分其實就是等於 差不多這個意思 其實就是差不多 藉於那個之間 其實就差不多 所以要是你去西餐廳 台灣的西餐廳 你講八分熟 你會覺得這個人很沒有 還是你覺得這其實很正常 這次已經是一個習慣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做服務的時候 我們都還是會建議他說 八分可能會比較熟一點 你要不要超過七分 對你來說的話 在舊口上面 還有肉質上面 其實是最合乎食用的標準 口感也會比較好對不對 對 講得我肚子都 你想牛排 我們眼前還都自己有沙拉 我是食肉主義者 請上肉好嗎 想吃肉 牛排 牛排 牛排來了 不好意思 你上個牛肉 謝謝 來 來 請慢用 通常上完牛排之後 服務人員有時候會說 你可以先切開看一下這個熟度 對 我們所謂的中心溫度 一般你點用熟度之後 我們會建議你從中間 中間嗎 對 中心溫度的話 應該就是你的主要 的熟度 那這樣我們拿 左手拿插著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定的學問 因為有些人可能 這樣子用力插住 有些人是這樣抓著插著 像他的手勢 我覺得就是滿酷的 一般我們 拿筆的省事 對 一般我們 在拿餐具的部分 基本上是用這樣子 十指頂住 還有你的刀的部分 一樣十指頂住 因為這樣子才比較夠紋 在切的時候插住 左側的肉 然後切 這樣子的話 它穩定度會比較高 OK 所以是 這樣子 壓住嗎 這樣子 來 這樣子 我有障礙 這樣子 對 有點像是小寶寶 小寶寶拿那個插字的感覺 對 基本上你十指的部分 是定住它餐具的前頭 前端 那這樣子穩定度才會夠 這樣反而是最穩的 對 然後在切肉的時候 通常都是插在肉的左邊 對 因為你的插子 是在你的左側 真的耶 你的十指會完全就是 把肉給壓住 對 有沒有 讓你上到一課了 我剛剛在切的時候 剛剛突然蹦出了一個 小的問題 就是我們都知道牛肉 它其實有紋路的 紋路 對 紋路 那我們在切牛肉的時候 就是切牛排的時候 是要順著它的紋路切 還是逆著它的紋路切 一樣跟 也是一樣所謂的逆絲切 那基本上 逆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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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逆著 直接切斷 對 因為這樣子在咀嚼的時候 一樣的意思 咀嚼的時候它會感覺 會比較軟嫩一點 才不會那麼柴 對 所以要逆著切就對了 對 那自己就是吃牛排的時候 Vision你比較喜歡吃幾分熟 就是你覺得幾分熟是牛排最適合 最好吃的 我們基本上 現在坊間的牛肉 其實等級都非常不錯 所以我們會再建議 消費者在使用在牛肉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以 Medium Real到Medium 為最主要的 Oder的 3到5分 對 3到5分 3到5分 3分其實滿深的 它上來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血水的 我們所謂的血水 其實它在高溫下 其實是把肉汁 封在肉的中心點 所以你會覺得說 它好像是血水 可是其實它已經是肉汁 它已經都熟了 對 還是算熟的 了解 所以其實3分到5分是在 如果你去高級系餐廳 用的品質比較好的牛肉 對 那你是可以點3分到5分 但就是如果你去比較平價 像是199 99 99的 沒有99的 那裡有99的 可能就要吃得比較熟一點點 這樣子會比較保險一點 對 因為針對牛肉的分級來說 如果一般 就像您剛剛講 一些比較平價牛肉 因為它的來源 各方面沒有說它不好 只是說來源可能不太相同 或是說來自的產地不同 所以我們還是會建議說 在一些平價牛排館 它的熟度 你還是吃比較熟一點 會比較安全 對 會好一點 因為我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問問Bajan 我不知道這是都市傳說還是 還是大家流傳的 就是假如你今天不喜歡吃這道菜 是不是有什麼擺法 可以讓服務生 或是讓他們知道 今天這道菜我不滿意 我不喜歡 對 我也不好意思說 可是我就是用白髮來 就是呈現我的不滿 有沒有 有這種做法 一樣還是有 我們一般 對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這道菜 我們會這樣子 做交叉擺放 把叉子跟刀叉 對 交叉擺放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喜歡 對 可是因為一般基本上 現在消費者 消費族群上面 它是直接會反應的 所以這樣子的使用 其實現在幾乎比較沒有了 對 服務生也不太知道 你為什麼要這樣擺 就超麻煩 對 所以基本上都會直接反映出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 或者是說其實服務員 他有觀察到你吃的速度上面 或者是動作上面 會覺得說你好像沒有怎麼再動了 可能我們就會虛錢上去詢問 你說您今天的牛排熟度是不OK嗎 或者是說這個口味上是您不喜歡的嗎 有沒有需要幫您做調整跟更換的部分 了解 今天真的學到超多 這個餐飲業的這個禮貌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你去外面吃飯 人家看到你 就第一個就是你用餐的這個方法 跟你的禮貌 千萬不可以隨便把刀叉 隨便亂擺 這樣隨便亂擺 就代表了某些意思 可能你是無意的 可是如果你去比較高級的餐廳 他們懂得這些術語 搞不好就會產生一些誤會 所以今天 你可能會跑出來問說不好意思 那個餐點前面到底是哪 然後你全部撕完 還給它這樣放 還給它 插上去 小雙胖們今天有學到 就是採取高級餐廳 用餐的一些禮儀 也謝謝Vision 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謝謝 小雙胖們喜歡今天的這集 阿伯的時候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在九下角 或喜歡在九上角有訂閱 學弟們的頻道 也是跟蹤我們片的動態 我們下一集阿伯再再見囉 See you guys Bye Bye 阿神 聽說有人拿棒棒好像這樣自拍 你不是在我們Facebook上面嗎 超帥的 不知道下次會不會出現這樣 不如這樣子好了 我們把時間延長久一點 我想看到更多這種 哭手的照片 看看會不會有人 可以擊敗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真的超好笑 你知道嗎 現在的頂端 它是 它是現在的準冠軍 贏的人 有多少人可以跟我們一起 拍酷酷熊 兩位 只要被我們抽中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和我們一起拍 可是已經有一個準冠軍了 沒有 我們還是要用抽的 這是 這叫做選美冠軍 我們不能這樣子嗎 我們還是用抽的 我們還是用抽 但是這是選美冠軍最好笑的 我覺得那個很好笑 那有機會再說 是不是 也不是我們的決定 不是嗎 也不是我們的決定 我想說那個也是難的 一定要記得要上傳 要上傳到FB 就有機會跟我們一起拍 跟我們一起拍 跟他們一起拍 跟我們一起拍 你剛剛跟我們一起拍 跟我們一起拍 跟我們一起拍 對 跟我們一起拍國務兄弟 在6月5號之前 我們活動已經延長到6月5號 對 跟我們一起創造快樂時刻吧 嗨